欢迎收听中华国财经网站8月27日的收市公布 今天恒生指数来说相当沉悶 收市来说未跌了8点左右 25408点 主要市场都是在观望着 今晚银行加联会罢维尔 美国联储局主席发言 预期对收市的说法有什么信号走出来 所以观望气氛都相当之浓厚 所以今天来说大市不太动 成交也只有1280多亿 上升的股份和下跌股份都有800多个 今天来说大市这么闷 主要是腾讯、阿里巴巴 那些来说是个别发展 腾讯来说今天跌1% 3690美团都是跌0.7% 两个重磅都不太动 9988阿里巴巴有些消息 市场影声照微被封杀 市场转测 有些说法跟马云有些关系的情况 所以来说阿里巴巴来说今天 无尽尽都跌了3-4% 连带阿里系的影业 阿里影业来说都是插了9% 其他的 板块方面 今天的汽车股相对来说做得不错 主要是内地有些 召开一些 相关部门 跟车企召开一些座谈会 商讨这个 分能型汽车的扶持政策 所以来说今天汽车股 全线是上升的 特别是升一多的 4-8-9 主要来说 除了刚才所说的消息之外 4-8-9 因为昨天公布了业绩之后 大派这一个是特别息 所以汽车股价今天升了1乘4 其他的方面 2333长期也升4% 吉利也有2%的进章 2338港期来说 今天也升成 2-3-8 也升了4.7% 其他的板块 个别发展 就说变度不是很大 就说一下业绩股 就是刚才所说的 东风派特别息之外 另外一次 平保昨天公布了业绩 今天升了4% 平保业绩其实没什么惊喜 我相信股价 其实大家都看到 从3月开始下跌 跌到现在都没停 只不过 在一个业绩的 负面因素反映了的情况下 就促成了一些反弹 另外6060 中安在线 业绩其实都加了功课 暗年也有增长 见到宝贵收入 都是持续上升的 今天升了4% 但技术上来仍然是弱势的 要看下 要看下 相信都要一段时间 始终它都是属于新经济股 暂时都是受着 监管风暴 是所困扰的 很难出现 好像年初的时候 大升的情况 另外 今晚有多只股份 会公布业绩 股份有901 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业绩预期 其实在早前 都已经公布了 我相信数字应该 跟实际数字 跟当时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但近来来说 半导体有加价消息 台积店的 各方面都有消息 或者有些出货要加价 所以理论上应该利好中芯 但近来的股价不太动 在业绩之后 会不会吸引到资金的追捧 另外来说 今晚来说 都会有一众内人股公布业绩 工商银行 398 939 建行 3328 交行 1658 游柱行 都会在今晚的稍后 公布业绩 另外 汽车股 亦是会有公布业绩的 汽车股 主要是 要看着1211 纳比亚迪 今天升了2% 市场预期都挺高的 事实上 新能源汽车的数字 过去半年来说 都在稳步上扬 但估值相当之高 究竟业绩之后 会不会好似其他股份 又健康的情况 还是能破顶呢 这个也是升红二代 另外除了比较力之外 这个是2333 长期力都会在今晚公布业绩 除了这些股份方面之外 传统股也都会在今晚公布业绩 包括有358 东西铜 另外就是 水泥 1088 神华 以及171 显梅 神华和显梅来说 其实要留意一件事 相信业绩不会差 因为很多资源股 过去去年做得很差 今年上半年 其实是大幅反弹的 好像昨天的中石油 情况也是一样的 但问题就是 就算是这样也未必代表股价一定会升 但神华和显梅留意一件事 就是他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业绩之后大派利息 派息大幅增加 所以估价是当时做好的 所以这次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也是拭目以待的 另外呢 除了煤炭之外 水泥也是一样的 914和3323 煤炭股呢 早两三个星期升过一阵 但是来说 已经正在回调当中 是 是水泥股才对 914和3323 升完一阵 过去一个星期都是回调当中的 走势有点走弱的情况 所以来说 始终跟内地 调控楼市有一个关系 始终是楼价不起的话 很难对这个 水泥来说 有一些制药的情况 虽然它估值很便宜 但始终暂时看不到 一个很大的升浪出现 看看业绩之后会不会 有新的方向 业绩期最大未升 下星期一、二 基本上大部分的 中期业绩公司都会公布 业绩的了 相信来说 到时候暂时来说 在结算前 是炒股不炒市先的 今天收市分析是这么多的 下星期一、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